全球通膨居高不下 很多人开始担心经济会不会衰退 现在网搜的关键字竟然暴增了1.8倍 推幅时间招给紫金 全球大通膨环境之下 你一定很难想象 现在网络的热搜关键字是什么 竟然就是经济衰退这四个字 尤其是美国民众 在这个他们通膨创下40年来新高 连准会又大举升息之后 他们是一直在网络上 搜寻经济衰退这四个字 这热度是已经来到了18年新高 你看这个最大的搜寻引擎 Google就说 美国民众最近都在网络上搜寻说 经济衰退会如何影响 我们这种普通人 这个搜寻量是增加了1.8倍之多 还有很多人是好奇说 这经济衰退真的2023年会来吗 这个搜寻量是一口气增加了2倍之多 他们已经不是说担忧 这个经济会不好了 而是不是没信心 而是已经开始担忧了 因为这关心到自己的荷包 他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 那在这个经济衰退之前 我到底该不该买房子 还是我该把我手中的房子 卖出去来换取现金 因为其实现在美国 已经有三成六的民众认为说 他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期 尤其是超过五成的人 认为说他们自己的经济在恶化 因为通膨真的太严重了 他们觉得东西都好贵 我又买不起 虽然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是一直给民众信心说 其实今年的美国经济是会稍微放缓 但还不到负成长 但其实他们的金融大咖 看得是超级悲观的 像是这个野村就说 其实美国今年第四季 它预估可能就会出现经济衰退 明年的经济衰退几率也是有可能会有来到百分之一 这个高盛也是预估说 未来两年美国经济衰退几率是逼近了五成 为什么这些大咖看得这么悲观呢 其实就是因为近期市场上 真的有一些经济放缓的迹象出现了 那就是大宗商品的价格 过去我们都说铜铁就是景气的领先指标 像是这个铜就是大量的用在一些电子产品 或是汽车上面 那今年初的时候 其实市场需求很旺盛的时候 这些大宗商品原物料价格 是狂飙得很夸张 但是你可能没有发现 它现在已经出现开始在反转了 像是近期这些铁矿砂 还有铜的这个期货价格 通通是跌到了半年来的新低 也让这个澳洲的三大矿商 其实就因为这样子 本月市值就大举争 发了大概是6000亿的台币 其实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经济体 像是中国大陆 他们的经济其实也很惨 包括说他们就是 封控了两个月之后 现在这个经济一直都还没有恢复 甚至有经济学人就预估说 他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是30年来首次低于美国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美国跟大陆 就是全球两大主要的经济体 但他们的经济就是稍微比较放缓 没有这么好的之下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 像是我们台湾 所以这些也可能是我们未来 都要很关注的话题 我们再把时间还给韦庭 看盘中赚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